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消费观察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下金庸 为什么要聊金庸呢 因为现在在内地也是推出了一个金庸武侠世界的这么一个影视剧 然后的话它叫做贴血丹心 30G已经释出放完了 我已经看完了 包括它之后还有南地北盖东邪西毒 华山论剑和九阴真金 这几个短剧 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 值得一说的 正好我最近提解也是在图书馆里面借了一本书 叫做旧神雷类读金庸 旧神雷类也是我们大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自媒体博主 他对金庸有很多解读 我之前也都是有一些或多或少的耳闻 也是关注了他的公众号 但是像这一次看他的书 一次性读那么多 他对于这些金庸作品的解读 也是让我耳目一新 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做这么一期节目 去讲一下金庸的新剧 新版的射雕影传 其实最早吸引我的就是孟子逸 他演《梅超风》 周一维他演黄耀师 这个事情是我一年前看一个叫做《50公里桃花屋》第三季的大陆的综艺里面 我就发现到原来他们有在对金庸的社交英雄传有一个新的演绎 其实当时就还挺好奇的 这个剧集里面也是有看到他们两个人的演出 我个人觉得就是不能看得太认真 可能就不太合适 然后现在他的剧集 我觉得也是蛮符合现在这种短平快的一个节奏 金庸射雕影传传当中的主天任务都保留了 但是之间的剧情 他讲的就非常的少 甚至都不讲 第一集就直接在郭靖在大墓里面 直接跟江南七怪学武功 这个其实是挺奇怪的 导演和编剧可能是默认 看这个剧的人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射雕英雄传的这个前情 一般来说拍这个射雕英雄传都是要从秋楚基路过这个纽家村 对吧 这个郭靖的父亲郭小田 还有这个杨康的父亲杨铁心 他们是怎么结拜 然后去剿灭惊人等等这些故事 然后被这个玩意红猎所惦记这个包其若等等 但是在这个金庸武侠世界里面就没有体现出来 而且这个剧集推进也是挺快的 但是该有的这些重要的剧情他都有 然后的话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这男女主演 男主角叫做刺杀 这个名字感觉就是少数民族 然后我觉得他长得确实有那么一种内蒙古男儿的味道 而且他也是演过这个风神 当时对他印象不深 但是我看他演这个郭靖有那么一种憨憨的 本分老实的这种感觉 他演的郭靖让我觉得还挺 他演的郭靖让我觉得这个代入感还挺强的 那么女主角是这个包尚恩演的黄蓉 包尚恩我之前有看过他也在去年也是比较火的一个这个湖南卫视出的一个剧叫做装枪启示录 他里面演这个女儿啊演这个蔡文静的妹妹 然后这一次啊他是挑大量了他演这个黄蓉 我觉得也把黄蓉那种古灵精卦有些可爱的这种感觉也是演出来了啊 然后这两个我觉得也是值得一说的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啊老熟人像这个台湾的演员明道他演洪气功 我觉得演的也还不错 然后明道本来是一个偶像派的一个演员 现在也到了这个演洪气功这么一个年龄了啊 然后我觉得也是啊有点唏嘘的啊 另外就是何润东演这个伊登大师啊 因为我是知道这个剧啊是何润东演的 但是他到底演什么角色真的我看28集都没看到 在28集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他演的是这个南帝啊 然后何润东这个剧啊何润东的戏份啊原来要在最后两集才能够体现出来 这个真的是让我等了挺久的啊这个剧集给他的时间不太够啊 这个人物我觉得刻画的还是篇幅比较少的可能对于这个金庸武侠世界来说啊 这个伊登的戏份在啊这个剧集里面其实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啊 所以我觉得看这个剧的话大概也就是就是回味一下啊这个金庸的剧集啊 但是如果说啊我相信对很多原著党来说这个金庸的武侠世界新的这个射调英雄传啊 相当于就是这个魔改了肯定让很多原著名不满啊 然后呢我来说一下这本书啊跟大家推荐推荐啊 因为我就说这个射调英雄传吧啊 我觉得他里面提到的一些啊视角一些观点啊都非常有意思啊 比方说这个全征派搞创新啊 然后全征派其实在这个射调英雄传里面 他是这个王重阳重阳真人啊天下第一选门啊 他这个武功也是终神通嘛啊 但是啊到了这个第二辈啊这个全征妻子啊也是一个比较一流的势力啊 靠这个王重阳他所这个研发的这个天罡北斗镇啊 他们这个全征妻子七个人那个见证啊 然后去啊可以困住这个黄耀世对吧 然后到了第三代啊 其实他们这个啊最强的可能是赵志敬和尹志平这两个人啊 但是啊大家看到这个后面这个神调侠侣的时候就知道这两个人啊 一个是自尽了另外一个是被这个蜜蜂遮死了啊 全征派其实也就这个没落了啊 为什么全征派他们搞创新啊 他们这个邱楚姬王楚依马玉这些人其实他们也想要去啊研发一些新的武功 但是为什么他们搞创新最后搞出来一个叫做七星聚会的东西 就是还是需要全征妻子他们啊每一个人然后去投入到这个政法当中啊 就是每一个啊就像一个大公司病一样就是他其实每一个都有山头 然后的话呢啊你不能吃毒食啊 然后我觉得这个视角其实是让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还有这个从这个伟大的武功啊到伟大的公公啊 他的这个第一集就是说啊一开始啊这个最厉害的武功就是啊 像王重阳这样子的啊这种先天公对吧 他的这个啊玄门正宗的这个全征教啊 但是呢到后面啊其实这些啊可以看到这些道教的啊 比较儒雅的这些啊有点知识分子的这种做派的这些武功的这些啊 这种厉害的武功啊慢慢的都消亡了反而是这种厉害的公公啊这种啊 灰刀自攻的无论是东方不败也好还是像岳不群和林平之这样的人啊 即使是林平之这种练了辟邪剑谱啊在这个 笑傲江湖里面可能没那么厉害的人啊 他也是能够打败啊像这个道教的这个余沧海啊这个啊清澄派的这个余沧海余棍主啊 也是这个死于这个也是被这个林平之报仇了啊就代表了这个精工的武学的一种趋势啊 从伟大的武功到伟大的公公 然后他第二章讲的是这个华山论剑和家族政治啊就是就是本来啊 大家都知道的射雕英雄传里面的武爵就是东邪西独南帝北盖中神通啊 然后到了这个神雕侠旅这一排的话啊就变成了这个东邪西狂南僧北侠和中顽童 那么这个对比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大家带入这个黄荣的视角啊就是一开始东邪西独南帝北盖啊 中神通其实他们都是啊整个江湖当中而且是根据他们不同的地域啊 东邪就是来自这个东海的桃花岛嘛南帝就是这个大理对吧 然后肯定是南边了然后啊这个西域的欧阳峰对吧这个白陀山的主人啊白陀山真正的主人 然后北盖那这个不用说啊这个红旗公他们都是在带领的丐帮在北方这边抗金的 然后中神通的话也是指着这指着这个全真教啊确实是居正啊就确实是在这个华夏当中啊 然后这个创教立派的那么在那么到了后面啊其实如果说你带入黄荣的一个视角这个东邪啊就是 就是他的父亲这个南森啊其实就是他的这个师长啊就是他的老师这一辈的这个啊 西狂啊杨过这个西狂就是他的这个侄子而且杨过他的这个古墓派对吧他跟小龙的古墓派其实就在这个王就在这个全真教旁边嘛啊 所以他根本就不算西啊然后这个北侠啊大家知道北侠指的是郭靖嘛但是郭靖他抗金的地方是在襄阳 其实也是在这个华夏当中啊其实也是居中的啊他算不了北那么中顽童的话那王顽童 周伯通他就是啊在这个五湖四海所游历的他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一个根据地啊所以说中顽童也是没有那么准确的 那么这个可以看到他完全就是黄龙他们家的这个一个家族政治啊包括像那次华山论剑想要去啊这个在武林当中称霸的求千任也是被称之为他有这个道德的污点啊他这个投降了这个金人啊 然后的话啊以他这种不爱国的身份啊以他的这种个人污点啊就不让他参加这一次的华山论剑啊那这个就是一种垄断了 王崇洋他也是邀请了这个求千任啊在这个第一次这个东邪西渡南地北盖中神通的这个时代啊也是有邀请求千任 但是求千任觉得可能他自己还有没有到这个火候啊他确实是有被邀请但是在不容和郭靖的那个年代啊这个求千任其实已经不能去参加华山论剑当中啊求千任就会被以这种道德名义啊就会被这种啊道德因素啊这种被拒绝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华山论剑啊我觉得从一个 公平公开的一个武林争霸的一个擂台变成了这个黄荣他们家的一个啊这个家族利益的小圈子的一个一个风扇大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六十年类给的一个挺新颖的一个解读 包括他后面还提到了马玉啊他作为这个全真教啊这个接过了这个王崇洋的这个找门大人之后他所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他的武功在全真教可能只能排第三啊这个邱楚姬王崇一的武功都比他好对然后他尴尬的地方在于 虽然王崇洋把这个掌门的位置给他但是九经正经也没有给他然后下面的这些师兄弟啊他也并没有那么的福气他管理这个全真教啊有非常多的困难包括他自己的这个 这个掌教的弟子的武功啊也并不是出类拔萃的啊这个邱楚姬他的这个徒弟啊尹志平包括王崇一的徒弟赵世敬啊他们的武功啊在第二在第三倍的这个全真教当中啊是更出类拔萃的啊所以马玉他其实遇到了啊这个非常大的困啊马玉其实他作为这个掌教的师兄啊其实是啊这个处境非常尴尬的 我觉得这个六十雷雷也通过他的这个笔触啊啊把这么一个人物啊就是当时对马玉的感觉就是哎他确实是全真教的掌门他为什么要去沙漠啊教这个郭靖的这个全真派的这个功法教他的这个内功啊 其实是有一些意外的啊但是通过这个六十雷雷的讲述才发现啊原来他跟邱楚姬其实是有他 他跟他的这个师弟邱楚姬是有那么一些暗暗的不对付而且呢邱楚姬啊这个引领了这个阳靠嘛然后有那么个赌约啊这个马玉他也是不赞成邱楚姬去跟这个江南奇怪啊下这么一个赌约啊所以呢他可能偷偷的啊给这个郭靖助全一下啊可能也想错一下他这个师弟的威风 包括啊后面又讲了包括他也讲了为什么邱楚姬的武功上过去邱楚姬我觉得就是一个啊随意而安的人啊他这个武功啊也在全真妻子里面他觉得是第一他可能也不想啊这个啊更出类白啊他可能也不想这个啊他可能觉得就已经够了啊然后有些自满包括他跟这个杨孝天包括他跟这个杨孝天和杨铁星这个吹嘘的时候啊也说过他自己的这个诗词歌赋啊也要比他的这个武功啊三脚猫啊 和武功要更强啊我们撇开他说这个字迁的因素之外啊其实啊邱楚姬他在这个武林里面啊除了这个最前面的武爵之外啊他跟梅超风的水平应该是差不多的啊但是他也没有更精进一步啊去做更多的创新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全真派啊这个王重阳他的这个天赋就很高啊他的这些徒弟啊其实如果能够虚心一点还有一个宝藏啊 就是这个周伯通啊周伯通的话啊他的这个诗书啊其实也是有很多这种空明拳法呀左右护博术啊包括他们其实有传授这种功法的郭靖啊郭靖后面也是啊融会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武学有江南七外这种比较弱的包括像这个全真教的这个逆功心法还有这个红旗功的这种祥宫十八掌啊其实他是结合了啊非常多的武功啊包括这个九阴正经啊如果这些全真教的师父们啊想要在这个武学 上面去问郭靖讨要一些东西的话我相信郭靖肯定是会不令辞教的但是全真教也没有这么做啊所以出处基他的这个局限性还是非常大的反而对他们对待这个周伯通的态度呢就表面上是非常的恭恭敬敬但是其实把周伯通当成一个这个麻烦啊所以他所以呢即使是对这样的师叔他们身边的宝藏他们都没有去虚心的求教啊那当然对于他们的这个啊徒弟辈的这个郭靖 他们拉不下这个脸面去求教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全真妻子包括邱主基其实大家除了这个金庸的小说之外啊可能也会知道啊在这个历史上他和这个他和忽必烈其实也是有一段这种亦师亦友的这种友情的啊就是他的这个名声跟他的这个武学的地位其实有那么一些不匹配啊这个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包括这本书里面也讲到了像江南七怪他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特质 他其实对于郭靖能够成长啊学到更厉害的武功他们七个人都是非常开心和欣慰的啊这个其实和校尔江湖里面的掌门这个乐部群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比方说啊在这个沙漠啊在这个蒙古沙漠的时候这个马玉传授的这个内功心法之后啊这些江南七怪他们看到郭靖啊显示出他的武功的这个突飞猛进之后啊他们也都非常的开心而不是说这个乐部群一样啊去阴阳怪奇令狐冲什么令狐公子啊而知道 令狐冲学了一些来路不明的剑法啊就心生妒忌啊知道红旗公交汇了这个郭靖这个小龙十八掌之后啊还说如果郭靖有机会的话可以啊要主动的去向这个红旗公拜师啊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心胸其实是非常开阔的一旦他们的这个土地郭靖啊在武学上面有了这个突飞猛进步他们都是非常欣喜的他们这个心胸是很开阔的啊反而啊我们即使不说教会交互里面的乐部群啊我们就说 这个社调英雄传里面的黄耀师其实他自己也是非常的心胸狭隘的啊你可以看到他虽然是一个标榜着自由啊这个脱离这个世俗条条框框的人但是他的条条框框反而是最多的他对于他们派的这些人这个陈玄峰和美昭峰啊这个叛逃出走之后啊带着这个九云正经叛逃出走之后他对他的徒弟啊都是打断了腿包括陆成峰他的儿子陆冠英黄耀师也会去 测试啊这个陆成峰有没有在没有得到他授权的情况下啊私自传授这个陆冠英桃花岛的武功也可以也可以看到黄耀师在这一块其实是非常的计较的对啊那更不用说如果黄耀师他的这些徒弟啊突然拜别的人为师那可能对他的女儿黄荣拜红七公为师他可能觉得还好啊也不丢份儿啊其实跟他其实都是在武决这个行列之内的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还好 那这个六神雷雷读金庸里面就有讲到了很多类似这个金庸的啊不同小说里面的一些人物视角啊其实我小的时候看金庸更多的是这个打打杀杀啊但是江湖不止只有打打杀杀还有很多人情世故 包括他后面讲的笑江湖啊如果大家喜欢看连城爵还有这个陆顶记的话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视角啊然后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这本书当中啊一窥究竟 好的那这期的消费观察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希望您帮我按赞订阅动动手开启小铃铛